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問題多多的亞視自去年起出現財困 相信大家最關心的並不是他有沒有新節目推出 而是他可否準時出糧 這日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出席記者會時 就向員工大派定心院 宣布亞視的股權有新變動 葉家寶指亞視前股東黃炳君持有的52.41%股份 其中的41.66%已經成功轉讓給中金集團旗下的 中國文化傳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剩下的10.75%將會在稍後適當時間另行通告 亞視有新投資者出現 最開心的當然是一班員工 我們現在的新股東已經在就位了 這是一個非常好事 因為不用大家在這裡猜猜猜猜猜猜猜 究竟好像之前那樣 這幾個月裡面 經常都叫大家 我們要怎樣 我們前面的路是怎樣 始終那條路還挺模糊的 現在就好了 正式就是 撥開了雲霧 證實了現在我們的新股東 決定揹起了這個賞身 肯定地令到我們亞洲電視的所有的員工 包括了尤其是藝議員 以及我們的貿易工作人員 就真正正知道了跟著我們的路向會是怎樣 因為大家都好像知道一直都有新股東 但他現在正正正正式地公佈 是真的有新股東的出現 那希望是一個新開始 希望是 都可以有不同的節目出街 拍劇最好 大家都知道拍劇的成本是比較大的 那公司 我剛剛聽說好像都會扔很多錢下來 是啊 既然他會扔那麼多錢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開劇情就最好 想開劇情就很久了 亞視有新轉機 前亞姐呂晶晶都要為她震一震慶 來個空前大解放 不過就失手露了膠紙 好害怕 而且這件衣服原來很難貼膠紙 你今天這個開空裝 除了露膠紙外還露到你這個空懷帶子 是啊 不要 我放在她的脈子裡 空懷帶子 我不會遮蓋她 是不是有什麼好暈的 有什麼好暈 不知道 其實我的頸後面都有凹 那時候也有問過師傅 她說頸後面說明你不斷做事會很辛苦 叫她脫了她 那我就 我覺得自己的事就不想脫了 我怕脫了之後沒有事做 這行不是應該多事做才好嗎 在娛樂圈上多joblo就要保持人氣 而這批曝光率很高的馬國鳴 就先後傳出他穿唐詩泳還有黃森泳 這日他剛好作穿情敵紅永成 還膽地向對方挑機 我其實我今天準備是搭唐詩泳的 誰知道突然間 今天又出了變了心泳 我怕下星期又不知跟誰泳 你剛才看到黃永成很尷尬 沒有尷尬 沒有尷尬 剛才 其實一向都沒有尷尬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在記者雜誌寫得好像很尷尬 是啊 我剛才還說我們蕭雄一定贏你們 還有沒有尷尬 至於紅永成就表現得很大方 不介意認低威 不用輸給馬鳴是吧 所以站在一起 馬鳴已經輸了 怎麼會走 你能不能走去馬鳴站在一起嗎 他現在那麼紅 我怕是黏著他的光 馬國鳴、黃森泳、唐詩泳 和紅永成的四國戀 我真是看不清 不過很肯定 胡定欣現在就很幸福了 因為他說起男朋友 在慶祝生日的時候 一臉包包 即是隔著螢幕都感覺到甜蜜 男朋友送了什麼禮物給你 男朋友啊 送了 送... 他自己給我 因為他 也很有心思 他自己 因為之前也慶祝了 他昨晚自己買了兩個cup cake 半夜12點多吃cup cake 他知道我今天做運動 可以減肥 所以買一兩個蛋糕 cup cake 和我再慶祝 其實他疼我便足夠了